你们是在这儿等上戏吗 这么大雨能行吗 大不能上 你这看着下雨了还过来呢 哎呀 你这时期的路怎么看 他们有的中午不回去 早上过来然后又带着下午的饭 对 一待待一天 怎么样 今天能演吗 出力我们倒不怕 关键是这个 再一天它特别容易伤害这个福庄 这个怎么办呀 为什么不停 开戏 开戏咱都开戏 雨下的更大的更大 会会停吗 只要开戏就不能停 你听戏吗 之前我几乎没看过一次整本大戏 这次来跟拍盛南的剧团 是因为看到这样几段视频 就像村超村BA从不看球的人也会被分为吸引 但也许你会问我 这村戏还能那么火吗 我们刚到 就赶上一场大雨 没想到乡亲们看戏比想象中还要拼 观众有不少还是从外村来的 有的早上都来了 带着全天的饭 一待就待一天 每一个老百姓的座椅都不一样 自己带的马杂 凳子 小椅子 也有坐在石头上的 还有坐在这个鞭炮墩子上看戏的 还有开着各种各样的车 农用车 电动车 三轮车 小汽车 面包车等等 大家的目光都聚焦 剧团也很平 能不能生存 我们得看有没有人花钱请戏 这次的市主是个铁粉 一口气订了八天戏 一天三场每场八千块 要求二十多场戏不能重样 团里三四十人 全人出动 吃透了 全是水 热坏了 这车软上不来去了 一会儿还上吗 上 吃着呢 现在还吃着呢 这一共要穿几层 三层 跟冬天一样 冬天夏天就是这样 那这层为什么必须穿呢 中间这层假袄 这个就是垫这个肩膀嘛 垫肩膀要显得阴气十足是吧 来来来 太热了 太热了 属服天气天天高温 这钱不好挣 这是扮谁呢 张飞 易德 我们试试您的鞋吗 好 可以 我跟你说 光穿这个鞋 我就躺的汗就很多 很不稳 像踩高桥似的 张飞了 这不就是刚刚我穿的那双鞋吗 张飞在场 步履如飞 为啥大伙这么拼 对乡亲们来说 这样的大戏其实不常有 三个人也不吃 就得是大剧团才能演的戏 是吧 人都不来放的 人都不来看 多少时间都有一次这样的戏啊 一年多这一两次 那要是不来唱戏的时候怎么办呢 那没一点意思 唱起来那高兴也跟喝米 米是吧 米是吧 先高兴这个呢 你跟他喝茶 摆开水上 长得也没些 就跟人家说呢 越不长越有精神 戏里唱的是大伙心里的回育中间 是咱说的 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价值观 所以只要听到 你就会特别有共鸣 但它也面临着各种大众娱乐的冲击 过去三年疫情 剧团更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龚义是我们这一年集合的第一个台口 我觉得好像哎呀 这种感觉又来了 我的剧团又成立起来 范盛南欲剧崔派传人 才三十出头 别看这是个平均年龄30岁的90后剧团 建团已经快十年了 但因为疫情 团差点散了 经散了那是 疫情期间没有演出了 有的是进场 有的是进了 国营局 是这个底心 所以当时的状态是团员们都各自找活路了 对 各自找活路了 好 好 好 台上慵容沉稳的宋王叫史洪涛是团里的初创成员去了长三角的电子厂打工 台上威风凛凛的张飞叫笛刚 50多岁的老演员曾经也是个剧团的团长去了广东服装电视机 三年疫情 好多团都坚持不下去了 我一个人 要跑到广东回头 两个鸡汤 在我大陆的时候得查线 很不容易 还是 现在在北京 哦 在北京 哦 北京开始了 大陆赞了 赞之前 赞上了 哦 在压力赞 以前一片迷茫 不知道 干什么好了 也不知道未来这个喜剧康也走向那个方向了 就是不想活了 就是能活了 我就觉得我完了 就我的剧团要完了 我这个喜剧道路就这样要结束了 盛南不甘心 试着在直播间里唱戏 没想到挺受欢迎 一天打赏能挣千八百 既然自己还能唱 剧团能不能 他一个个打电话 然后把大家家里召回来了 史红涛 我说涛哥 我们要开直播了 好 嗯 行 啥时候开始 我说你就计划十月一号 嗯 那我做工做 谢谢 那你也没跟他说有什么待遇之类的 我简单的说了一下 他说现在就别说这个 他说我现在想 一颗心都已经在你们那里了 就想 完全就想飞回去 我们好多员工 他们已经把这个剧团当成去给你嫁 只要不把咱那个剧团解散 让我怎么招作起 是一个团 对 这是一个团 就在这儿 村宅里的直播间 剧团重生 主舞台是在哪里啊 就这个位置 就这里 这个是我们中间的 一个装饰品吗 然后这个就是当时的公屏 是不是 对 然后我们的乐队就坐在这样一排 就坐在这样一排 哦哦哦哦 一块儿盖 就是有 有拼劲 搞这个直播间 把我们全团的人的 这个热情又重新的 不算超级的 直播也回放嘛 晚上藏着帐篷看看自己 那个地方不错 然后感觉那个地方 就是自己琢磨不错了 然后找那些老师们 给自己记敛 明天晚上 上场只有一句台词的角色 他也要别人管理 都这么紧了嘛 手机上现在有抖音了 小视频了 看警局了 我们的预局了 那我这种你不听到这儿 终究了 故事乱想 听着面边很 很舒服的都睡着了 很快 没完有五六千粉丝 在线看戏 为了补贴收入 他们加入了直播带货 当时就 收到很多的骂声 他们说你 你好好的一个集团 你不做啊 你开始带货 你不会做个演员 就那个演孙王那个 那个哥哥 他看着那公平让他骂声 他就一直 就往前 他说不行 不行 我唱不成了 我真的唱不成了 我们大家都哭了 当时 大家一边流着泪 然后一边把那场戏给唱完了 哎呀 好烈 如今疫情结束 演员又重新拥有了舞台 就像鱼儿回水 和过去不一样的是 舞台上有了直播 看戏的不止现场相情 再看看那边 两排全部挂满手机 充电板都插满了 所有剧团的人都在尝试 有1000多点赞的 这是有6000多的 这是网络卡顿的 我帮他点 周瑜 都喜欢周瑜 这是给他直播的 各种角度都有人在直播 自己拼命点赞 这谁啊 三点啊 你听到 就能这样开着给他们听是吧 嗯 这边放着爹娘的监控 那边最后一幕戏 演出结束以后 那些直播并不结束 在线的都是没睡的 200多人就在看他们拍戏 今天问到了一位年轻人 他就是因为这样网上的空间 爱上了戏曲 然后再回到线下来看他们演出 这单还没演完 下一单又找上门来 咱们是三前六成节是吧 就把这个令头给预付起来 你北主你看 你们有啥要求不行 老百姓我们都想想 什么盛南多尝一尝 你没尝的啊 多尝 行 签字的是盛南的爱人 副团长刘渊 打鼓直播外联一把抓 他说又能给观众唱戏了 大伙不怕奔忙 小伙不怕奔忙 小伙不怕奔忙 大伙不怕奔忙 小伙不怕奔忙 多长时间能回自家呢 四个人 这什么关键 小伙不怕奔忙 我看小伙子吃点啥 我去拿上个小伙子 这是自己带的 都是自己带的帐 戴的 这边在一路中小 我们的团队里面差了 带脏子 在脏子 在脏子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一直指的情况 就显得不恨 稍微带着去 会显得情绪明显 一个眼神 一个动物 一个眼神 也都走了 这么神啊 敢当我一来 我来给他们捧着 我感觉民众 他们发展的空间 我觉得他们的生存 因为一直扎根于龙虫 我还觉得挺好的 真的 这点我让你哭 你就要哭 这点我让你笑 你就要笑 就是跟观众的感情 很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你还记得第一次搭牌子吗 记得 十年前 整个都是懵的 我记得我们第一场戏结束之后 然后 我就整个人就是 贪婪到床上那种 就不会动了 你会梦想有一个自己的一场吗 会啊 这个是做梦都想的 一个不需要拆掉的这个 对 但是 固定的也不行 因为 这个基层的这个群众 然后观众 像这些老年人 他们根本去不了现场 如果一直在剧场里面演出 可能有的很多观众 他们看不到 对 对 这不就唱了 嗯 银环同志啊 你满足我带说几句话 我祝你顺利到达人家 给你个主人做 今年在几块领钱 做吃喝茶 希望你 早走上工作 我岗位带我问候你的妈妈 我的同志啊 咱再见吧 看你们最后一场戏 这一次 还有下一次 下一次再来 哈哈哈 人气楼空 哎 哎 这是那个车里发出的声音吗 哇 这是结婚的吧 这是划车 哦 划车过来的 嗯 是戏上开路吗 嗯 哦 真是 嗯 哦 这喇叭 好日子婚礼 我大家印象中 农村都会唱大戏的 当我们这么真切地看 它仍然存在 挺震撼的 就不光是新奇了 不光是好像一种回归了 它的生命力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那天我在后台 看着两个小孩 只要是戴妆的 就跟他们合影照相 这一代又一代戏迷 好多不就是因为 姥姥门前看大戏 这样的童年记忆 爱上戏曲 是吧 咱们说戏曲现代化 是 要年轻化 要用好新媒体 但你像村戏 它的根是啥 是乡土 是乡情 只要是为了老百姓唱戏 我觉得一定生生不息 也许以后 我们不一定做节目 自己老家办什么事 我也请个戏 这个唱得多殆尽 是吧